吴尼娜 吴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花莲县政府在6月份的祈祷早餐会 12号呢在县政府的大礼堂来举行 那么由学员传道会蔡博宜牧师带来信息来分享 那么县长徐真卫以及各局处的首长同仁 以及各会区的牧师伙伴 以师哥在美分享回馈祝福 共同助导 众人热情同唱诗歌赞美主 为花莲这座美丽的城市以及相亲祈福 接着蔡博宜牧师讲述如何拥有正向积极的生命态度 引领大家培养感恩的心 对人感恩 对上天 对神感恩 蔡博室特别提到0403花莲大地震 动画大雪灾传相当严重 但感恩没有任何一个上网的通报 所有师生都能够平安 感恩的心理让大家在困难以及苦难当中 有积极的眼光 现在学生表示 县府希望在各方面 点点地都能够协助相亲 因此很务实地积极去匡列一些经费 希望中央能够同意通过 花莲天赋团队积极展现 在后重建的任性决心 期望让花莲相亲 尽数能够重回到正常的生活 现在的这个如果地震再来的时候 那我们的建筑物到底能不能承受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昨天下午 在开重建特别条例的 这个很多的细项 我们不断地在去炒你 你一个最符合我们的灾民的需求 我们不夸大 我们很务实希望点点滴滴 都能够协助到灾民 然后能够很务实地去匡列一些经费 希望中央能够通过 那我很喜欢那个温好 因为那个温好让我们人生 充满充满的不可思议 充满的不可思议 都会让你的人生 无论是高山幽谷 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帝 让我们聚在一起的原因 所以无论是之前的 每一个月的祈祷早餐会 或者是这一次 已经从今年开始每一期 其实我真的要谢谢 从一进来我们所有的牧者和同工 一起来唱我们的圣歌开始 让这个每一天平淡无奇 到办公室打卡 送了孩子去上学以后 到办公室打卡 然后就背着沉重的背包 然后往自己的工作坎上坐着 但是只要有祈祷早餐会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的圣歌 让我们充满的喜悦 充满的喜乐 充满的心情 阳光一样像花开一样 让今天美好的开心 明章祖长并且分享两座之前 里瑟列梦想医生计划 访团来花莲进行巡视一言 两位医师小时分享 他们从小到大出生的环境 有战乱有地震 但是他们比任何人更乐观 更积极正向 其实面对未来的一天 尤其感谢县长能够给 县府团队早餐祈祷会来这样的活动 让大家信仰更加坚定 拥有满满的正向的积极的力量 祝你祝我们华师伯老